看完我們Youtube想支持我們的朋友可以怎樣做 立即來我們大家真風騷的Facebook專頁Like我們 又或者可以購買收聽卡 記得打電話給何小姐67188616 支持我們大家真風騷 昨晚我翻對之後做了一段資料 看看中國網民究竟哪一宗是Hot Loser 這宗是為世不容的戀愛Hot Loser 天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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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你們的心目中覺得什麼是為世不容的戀愛? 沒有!在我心目中沒有 沒有東西是為世不容的 年紀問題的那些 出生啊 少爺仔喜歡的丫鬟那些 妹仔啊 OK啊沒問題 千金小姐愛上司機OK啊 為世不容還有 同性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有什麼為世不容?關我什麼事? 你們兩個開心你們兩個戀愛 近親戀愛 這些就是為世不容 如果之前有一個女兒愛上自己的爸爸 爸爸又跟他搞事 那算不算為世不容? 當然 我都接受不了 我都接受不了 我又沒有大愛說不要緊啦 他們相愛 這樣嗎? 這個真的不行 你們不是大愛到這樣嗎? 我不行了 但有一個學說就是來自佛洛伊德 其實是有說過這件事 每一個人都會有這個叫做戀母情義傑 或者是戀父情義傑 因為你小時候 你的異性第一個首先接觸的是誰 如果是女兒的接觸的是爸爸 如果你是兒子的接觸的是媽媽 其實很多時候 當作異性的形象 他要怎樣的建立 其實是來自你的爸爸或者媽媽 所以或多或少 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你身邊的那一半 是有點像你媽媽或者你爸爸 幸好從小到大 阿漢媽在我面前不斷說 所以阿漢巴 對 所以你的戀父情義傑沒有什麼 零 零 還不到負數 所以他沒有 不喜歡男人 會不會 可能是 不相信他們 對 不相信男人 不相信男人 覺得結了婚都會離婚 因為這個思想是我媽媽 從小到大灌輸給我的 有好男人的豬腦都會爬樹 永遠都是這樣 你媽媽這樣灌輸教育 當然 我媽媽是女兒國 男人沒有東西 男人拿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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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一個開瓶器 沒有什麼分別 沒有一個男人信得過 你不要傻 相信他 那你姐夫在你家生存也挺慘 是的 挺卑微的身份 我對他了20年 我聽不夠他說十句 你媽媽多卑微 他不是在你面前說話 不是 你姐姐面前要說話 他從來在我和我媽媽面前 是說不夠十句話 很糟 因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卑微 是的 這就是職造 而且他覺得 在這頓飯 因為我都見過他姐夫 我都跟他同台吃過飯 是怎樣的 她姐夫是怎樣的 她姐夫也是靚靚仔仔 我形容 她姐夫是一個三十歲的五位國 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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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個好東西 有少少文初樣的 有少少文初樣的 如果穿了那些中山裝 也挺煞食的 是文初樣的 是這種 跟他整家人吃飯 他是知道自己 沒有權開口 沒有權說話 沒有權又沒有勢 好像一粒蟻 有少數民族自己也有飯吃 對 很好 對 在你們雲南族來說 那些男人也沒有地位 她說要自自族 對 你會看到 如果她想發言 媽媽也未開聲 阿航媽也未開聲 阿航姐就會可能 阿航姐她是姐夫 你說什麼 我們在說話 你說什麼 我們女人說 什麼時候對男人插嘴 她說一說就不說 對 你明白嗎 對 為何你媽媽又覺得男人沒有好事 又讓她入門 因為她精挑細選過 選了一個不會怎麼說話的 問她什麼事 文初不是國 文初不是國 是你姐姐要嫁 你媽媽什麼事 她又擔心我姐姐嫁不出 很難得有一個文初不是國 走過來 她又馬上送走我姐姐 好 麻煩你 又難得我媽媽說我相處過 這個男人都沒什麼話說 對 最好 她無論如何都不敢反稱服民 不是革命分子 不是革命分子 她不是紅衛兵 所以她進來 OK OK 我剛剛相反 她覺得我是寶 所以我選我的男人要精挑細選 她有分子 她是媽媽 女了我 我真的覺得她很曬 如果她是媽媽 當她好像她姐姐一樣 快點送出去 早早找個文初不是國 就算了 大家一起牽著手 白花燒 春光節 就算了 或者找個文初流松仁 一定 是不是 文初流松仁 她媽媽這些 五位角 這些殺食 這些文初流松仁 不出聲不出聲 若不吸風 她對她媽媽 金鎮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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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媽媽知道她能夠毫領她 對 吃得住她 就是她媽媽一定不會幫她女兒選大傻 她怕她會被欺負 她怕自己的大電話都打不通 沒錯 水壺電話裂了 大傻還未暈倒 所以 黃光亮那些 不行 江湖上的大佬她不會要的 不會的 一生德不能藏 一生德不能藏 你明白嗎 已經有個大家姐 你是可以的 沒錯 所以她是有點難的 但你問我 什麼叫唯世不容的戀愛 在我的世界其實沒有 除了我剛才說的 金鎮 媽媽搞兒子 然後爸爸和女兒 我都不能接受 就算她們是真愛 這也是道德的界線 除了我不說這個 為世不容 剛才是媽媽 兒子 女兒 爸爸 那些 這些都要拘捕 還有什麼是為世不容 為世不容 昨天是中國的網民頭條 很厲害 全線都是說這宗新聞 沒有 要不就是年紀大 大家相差的年紀大 你覺得相差多少是接受不到 沒有 真的沒有 楊鎮玲 你接不接受到 沒有 我接受到 其實你越揭越多 我接受到 你發現有很多 基本上都是男人的年紀 很大 但跟著女兒是很小的 其實在歷史以來都已經有 很多 至古以來已經有 至古以來已經有 但不知道為什麼現在降到這麼大 唯有的就是現在 不是能夠接受的 就是女生大過男生很多 是啊 但是男生大過女生很多 如果女生大過男生五十年 可以嗎 女生大過男生五十年 做得更好 媽媽有餘 可以嗎 可以嗎 我接受到了 我接受的 我接受 別人戀愛關你什麼事 開心就行了 何宣戀 你問我 那個男人和那個女人 五十年 我見過很多 很多都是這樣的 很多 很多 還有心有力 還有生過女兒 還有生過女兒 還有幾歲 還有 但爸爸就是死了 都在棺材聞 棺材眉 大把這些 為什麼又可以 又可以 我都能夠接受到這一種的愛 但是 為什麼地球上 昨天 如果大家有上這個 中國的網媒 都是一線頭條 因為太多網民去談論 他們的年紀相差13年 但為世不容的戀愛 我們小時候看日本的日劇 都有很多這些戀愛 為世不容 現在也是 韓劇 韓劇 藍色的生死女 我也是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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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會看到 宋慧喬有多淒涼 為什麼我是你的妹 阿爸 這些是我們小時候看日劇 已經看完的情節 不過那時候是三浦有禍 和三口八位做的 但女人很瘦 萬片不離其中的劇情 血癌 眼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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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為什麼從我認識你那天開始 你就眼病發作 就是這樣 但是那些人喜歡追著來看 幾十年都是這樣 淒涼 愛的偉大 對 不信愛有罪 對 我們剛才聽到亨利哥 我們小時候看電視劇 我們連歌詞都記得 以前如果你說日系 誰是 whites 沒 unstoppable 看到人就是 勞志性 踩躋女 不小心 感受前情 如果你在說愛情 之三非 dynam 都有一些 而如果你可以說日系 就要生日厲害 就是生日和和 生日和威 就可以保存不yan 而且不ении 藉著我們成長 尺的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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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我第一首學的日文歌 就是看日本電視劇 如果有些人懂得唱韓文歌一樣 現在很多人懂得唱韓文歌 你第一首學哪一首? 是否知三四郎? 就是學這首 I me no wa si ka de 這就是知三四郎 其實我學的版本就是 Nai kai shi no ka I zi na ke a 你不知道他在唱韓文歌 你會把整首唱韓文歌 或者另一個就是Sama Lu Saka Jima nama so e le 隨便在說韓文歌 他整天都自己裝唱日文 自己裝唱日文就很厲害 Ama Lu 這都是八十年代的 所以現在新一代去看Mama 我很支持他們 反而我們世界都是紅白 很開心的 年年新年的時候看到紅白 我還記得有一個 我每年都會看等他出場 但我想香港人不太認識他 因為我小時候覺得很厲害 演歌界的 他說要穿一套和服 他每一年都是這樣 那個女人叫刀春美 沒錯 他永遠都是押軸才出場 押軸才出場 因為他是前輩加十年 前輩的前輩 他每一次都很浮誇 很浮誇 像小公仔波波裙走出來 不止 你說那一年 那一年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穿那一件和服 有很多人拉到和服 那奏可以長到整個舞台那麼長 是啊 哇 你猜 我們小時候看這些 叫做紅白歌唱大賽 你會看到那些人 為了上台表演 他會悉心打扮 他要拿那個Full 現在你說是Full 他要拿全場 因為所有都是紅星 然後他一定要 令到大家都要記得他出現過 我還記得那年的雍善玉 哇 他在台上慢慢升上的蛋糕裙 一直升上來 升上去 升上去 還會有 大到可以 足夠六十人 躲在裡面 小孩子 小孩子 一邊走出來 是啊 那些徐小鳳 越誇張越厲害 每個人都要突出自己 因為那個司儀會問他 今年你送給我們紅白是甚麼 一會兒大家就會看到 一會兒大家就會看到 我還記得都出味 嗨 Yana Madonna 我今天帶了一段 價值一千萬的和服 給大家見面 好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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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英之花 他們永遠都唱這首 好日本藝技的感覺 台上表演的那些 他是唱這些的 但是你又會看他的衣服 看他的震撼 目不下級 目不下級的 神級演技 神級的歌藝 好這要說 甚麼叫為世不容 小時候看這個日劇 很多為世不容的戀愛 昨天在中國網民瘋傳了這一對 被很多網民罵 罵得很厲害 他們相差的年紀是13年 沒問題 不是很多 絕對可以接受 男大過女或女大過男 可以接受 但別人形容他們這段戀愛叫K戀 為甚麼 很多中國網民都不能接受 其實他們是中國的一個歌星 30歲的內地組合 MeToo 男性組合 MeToo 我叫張木耳 張木耳 然後他們說我們結婚了 哇 昨天中國的網民是爆炸 是否因為他的粉絲不喜歡 不關事 他不紅 那不紅更加 關甚麼事 但是罵他們的戀愛 那究竟是他長的女生13年 還是他小的女生13年 他長的女生13年 很正常 男人長的女生13年 正常不過 如果他20歲和他8歲 那那個未成年當然不行 那那個都不行 8歲都不能結婚 他20歲愛上8歲 8歲愛上20歲 沒問題 但你等8歲那個再長10年 成年 你們才好結婚 在法例上應該是不能接受的 OK 你們說接受到他20歲愛上8歲 或者8歲愛上20歲 我也接受了 可以接受 然後大家承諾了等對方10年 今年這個張木耳 30歲了 宣佈和這個女生結婚 中國網民搞錯 K戀 其實他們相戀的時候 一個20歲一個8歲 現在他真的等到他18歲 10年之後 宣佈結婚了 好祝福啊 這樣可以嗎 有什麼問題 是很祝福啊 當然是祝福他們 什麼問題 為什麼看不過眼 他覺得小朋友就不應該有談戀愛 戀童癖 他撥去戀童 當然不是 戀童就不是真心愛那個人 他只不過是戀那個小朋友的身體 但他們真的是真心相愛 等你10年 等你成年我和你結婚 我看完新聞 我明白中國網民的位置在哪裏 不容許他們結婚 因為他不會覺得一個8歲的小女兒 是會有心智成熟愛上一個人 不會的 我那時候讀小學 你打算嫁給黎明 那時候黎明也未出道 那你也很質感 他還未在北京下來 他還未申請到靜子 他還叫你北京 我記得那時候小學 你八歲應該是喜歡哪一批 應該是喜歡八歲 我當年的八歲 八歲黎明未出道 你應該是喜歡劉松仁 那些 應該是梁朝偉 張國榮 我記得我小學那時候 是看張國榮和雙天娥的那一套 龍本多庭 我喜歡張國榮 那時候我讀小學 你和無信君搶 我想和吳君如搶 那你應該搶 你搶到 絕對有資格 你搶到 你贏 你贏 不是 不是 是餓者 當年他們真的拍拖 但是我想說那時候小學 你想想 小學 六歲是一年級 七歲二年級 八歲三年級 已經懂得是暗戀同學 懂的 但那時候你的意識很可能 你只不過是對異性產生興趣 但是是不是真的愛呢 是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是要討論的 是不是真的愛和懂得 但是我想說 男女與身俱來 懂得 男與女之間的愛情是很奇妙的 其實不是說你什麼年紀才有 有什麼年紀就好 那時候你愛張國榮 張國榮 你有沒有想過奉獻身體給他 沒有想過這些事情 小時候 有沒有想過對他做愛 是的 你這麼明顯 你小時候 沒有想這些事情 小時候你怎麼知道 什麼叫做愛 小時候會嫁給他 你會說這些事情 對 對 對 但是沒有附帶後面的條件 沒有 沒有性愛 沒有性愛 是純純的愛 我只是喜歡這個男生 我看到這個男生 我就很開心 對 純粹是這樣的 沒有後續的 因為我覺得年齡是沒有劃分的 真愛是沒有分年齡的 你真心愛他就可以了 但是很多中國網民就是 罵這個男生 男生 說那個只有八歲 真的只有八歲 現在他十八歲 但他們倆還是在一起 為什麼 我就說中國的網民 跟這個不丹的人不同 不丹他們都出現這些戀愛 是啊 不丹的王子 娶現在這個 王妃 他的皇后 就是從小時候看到 等他長大 是啊 喜歡了之後 大家一起 很祝福他 是啊 為什麼人家 不丹那個就是童話 你這個就寫葉緣和傾戀 是啊 傾戀 我用傾戀 那些人的思想 就是用一個大人的思想 去想一些很純真的愛 所以你會覺得 那些人很噁心 又或者是戀童 那是因為你們這樣想 但是我會 這個男生和這個女生 也要受一點 為什麼網民會這樣罵他們呢 因為他們小時候 之前一直拍拖十年 他們經常放一些很前面的相片上網 那時候那個女生還是兒童來的 都放一些很親密的相片上網 是啊 所以令到一些人覺得這段戀愛不純真 明白的 不祝福他的意思就是 因為其實他們應該要保護兒童 在保護兒童的大前提下 會覺得就是有些在道德上的犯規 是犯了規 是否應該這樣說 是犯了規 但情感上你很難去侮辱別人 沒錯 甚至究竟什麼時候才會成熟呢 很難說 是啊 最近他們兩個宣布結婚 昨天掀起了中國網民的爭拗 就是罵他們的傾戀 人家都等到人家成年才結婚 你罵什麼呢 另一件事就是 假設地球上還有同婚 還有兒童結婚 還有的 但是聯合國是想幫忙打破這條界線 是因為他們不願意 有他們是不願意的 那當然是不行的 但是這個是一個特別的案子 其實他們都沒有 他願意的 而且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裡面的自由的戀愛 所以應該得到大家的祝福 但是同樣的事情 我都說了 為什麼今次中國網民 全線罵這個人 張木耳 為什麼又要祝福不丹的王子 不丹的王子的案子跟他一樣 是同等一樣的 不過 因為不丹的王子中間過程 不是很像這一批 不斷上載親密的片 因為他們中間那十年是沒有見的 沒有溝通的 就是掛著對方 為什麼那段就是 童話式戀愛 就是一個承諾 全球世界都有新聞都報 他在街上看到這個女生 看到一個女生 就跟那個女生說 我喜歡你 我現在要去別處讀書 不過你相信我 我會回來之後娶你 我們大家相約十年 你是不是覺得這件事很浪漫 是啊 整件事真的 這麼小時候才會說這些話 簡直就是韓劇的橋段 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 不丹國王和他的王后 因為那些相約十年 這些幾個字 一個承諾 當中包括愛、承諾、不離不棄 這些就是最高的情操 就是愛情當中最高的情操 就是一句是就是 所以這個女生長大了 等這個王子回來之後 就娶了她 但是那時候已經合法了 她等得回來已經合法了 她相見那時候在街上就是八歲 十年後就是十八歲 那就娶了她 那是不是有時候 我又很騙爆頭 你說如果當年我八歲 我都會暗戀一些 帶我十歲八歲的哥哥 我也會的 例如張國榮 她說我等你長大了 我當然是高興了 我當然是快點長大了 來不及幾歲 好像劉德華一樣 一夜成長 但是問題是 你問我 我會不會 如果我是一個十八二十歲的人 我一個女生 我會不會喜歡一個八歲的男生 我又不會 我喜歡一個八歲的男生 我又不會 但是當我自己是十歲八歲的女生 我會喜歡一個大我十歲的男生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如果我是女人 我不會喜歡一個八歲的男生 但是當我自己是八歲的女生 我會不會喜歡一個十歲的男生 如果你真的喜歡八歲的男生 你就有病了 你就去看醫生了 嗯 如果你這樣 我會不會喜歡一個八歲的小孩 你不會的 然後等他長大 然後嫁給他 應該不行 好